欢迎收看手机游戏My Survival 我的生存,我是尼亚斯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游玩这个我的生存吧 那这个是简单难度啦,这个困难难度 我私底下测试的,所以这个不用理它 我们就直接继续上一集的进度来玩吧 我们今天基本上这个系列呢 不会有太多的后置 因为它其实一天的时间都很短 我们就以一天为一个单位来录制一集吧 那我们现在有食物 我们的口渴值其实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点 看有没有 饮水器需要铁跟煤炭 我们需要挖更多的铁跟煤炭了 我想想哦 对,它每次重进游戏的话 它那个附近的道具都会重生这个样子 石头17个算够啦 我们先去找一下煤炭跟铁 这边有金啦 铁是这个 这个是铁矿 来挖一下 然后 我挖完之后顺便看一下木头还够不够 木头其实说真的是不够的 我们来砍一点树好了 然后其实 私底下有观众跟我提示说 做帐篷的话就可以知道 就是 我家的营地在哪里 万一迷路的话还是可以找得回去 我之前是有做到帐篷啦 可是就私底下玩的时候 可是因为我并没有离我家太远 所以我不知道它那个有有那个用处就是了 对啊 我们就是在这边挖点煤炭跟铁矿 然后砍点树这样 因为我们也是需要 那我们继续刚刚有点事 OK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搜集那个木材的部分 我看一下现在木材有22个石头还比木材多 再收集一点好了 因为我们也需要树苗啦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说 搜集点树苗 你再种在你的家周围 它就可以当做有点像是墙壁的感觉啊 啊 我的斧头爆了 先回家先回家 我家在 啊这里 到了到了到了 然后 我把树苗拿出来再种一下好了 这样也是可以就是继续防守这样 OK 大概 我种到 这里好了 这样子至少大一点 然后吃点食物 我看它现在可不可以做那个 诶 这只动物挡在这边没有办法用核成台 啊可以哦 可以做饮水器了 OK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靠近水的地方啦 做完饮水器之后还不够啊 其实我们还要做 看你要做铁桶还是 玻璃瓶啊 铁桶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有铁嘛 所以可以做铁桶 啊不对 其实我们可以挖沙子 然后挖沙子好了 这是沙子 啊我的十字鎬快爆了 等一下 我是应该升级一下十字鎬 我先把它升成铁鎬 这样耐久都会恢复 然后我们再拿它来挖 OK就挖掉了 那我们来做个瓶子这样 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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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一罐一罐应该是 够啦 然后我们拿这个瓶子对着水 去使用的话 它会捞到一个脏水 脏水之后你要到这个饮水器这边 把它丢下去 然后它会装进去 之后你点这个按OK 你就可以弄出你的水源了 没错 那我们就来喝一下水吧 因为我们现在的水 口渴汁是不满的 然后我听说 你把那个 宝石度跟口渴汁都弄满之后啊 其实它会补你的血 如果你有扣血的话 听说是这样啦 可是我私底下测试 好像是没有的状况 我先 把这个水再多装一点 不然这样不太够 OK 这就是一个重复的动作 其实它这个游戏 真的是有点难度啊 如果没有耐性的玩家的话 可能玩一玩就会觉得好难 就三game了这样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有点耐心 因为 这年头这种 有难度有挑战性的好游戏 真的不多了 都是一些 真的不太需要动脑的游戏啊 真的 对 所以这款游戏是真的不错 OK 我把这个最后弄下去 然后做成水 应该就可以继续我们的工作了 好 啊 天黑了 GG 我们来先 我想一下 我们先需要再弄个斧头 我们现在连武器都没有 对不对 斧头先弄出来 饮水放这边 啊不对 水放这边 然后我们需要再做一个 武器 实践 诶 我们的实践了 啊在这里 OK 很好 OK 那目前看起来是蛮安全的啦 继续砍树 诶 好没事 我想说我的斧头为什么要砍这么久 原来是用木斧啊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晚上都会有那种看起来像老鼠的东西来进攻对不对 其实这很正常啦 对 所以就是刚开始其实不太需要怕你也不用故意去打它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尖刺放在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那 那 工厂 厕所 我们现在厕所好像有点低耶 是不是需要弄点厕所 需要点草 这边有草 等一下哦 我先把这个 把这个打掉 这蘑菇是不能吃的哦 记得不要乱吃哦 目前我没有看到是有蘑菇可以食用的所以 先不要吃比较好 因为我记得会中毒 我把这个草打掉应该就可以做茅厕了 茅厕茅厕 有了 厕所 没错 然后 我们的厕所就 放在 这里好了 进去上一下厕所 有人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便便 满的话代表说没有要便便 那如果越来越低的话就代表说要便便 诶 诶不对 满的话就代表要便出来了 有时候会乱掉 ok我们大了三坨便便 还蛮可爱的一款游戏 ok啦 那 其实时间真的都 每一集的时间都很短啦 那我们这集的影片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好了 对 一集大概就是一天的时间 短短的好不好 这样也不用太后置太大量 那我又可以拍很多集这样 那 呃 目前我们的 红宝石20个 绿宝石32个吧 因为我有抽这个帽子啦 就是 不是这边 这边啦 这边三千个绿宝石抽一个帽子 对 我就抽到了这个灯泡帽子 它可以变亮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数值 好 血量有增加5滴 然后 那个亮度是2.5这样 好啦 那我们这集的影片呢 今天暂时到这里结束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或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或是订阅 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搜索我们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了 我就更多人继续抓住 按着订阅帮助下 订阅帮助下 订阅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 就会同志你喔 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咯 大家 掰掰 by bwd6